未了高中的電競對市場參加各種比賽的分連實力 今年再重加節 參加台北、湯峰以及新北市的全國市電競比賽 這三種比賽的總共地點13名金牌、7名英牌以及4名東牌 同時也有暫走初衷來幫發展的金 希望未來可以再為學校進出公園 電競對核心每天都要練習 只花多參加這樣走那邊 這些都是未了高中電競對核心 今年印電競參加台北市秋季全國電競賽 湯峰全國電競競表賽 以及新北市山西部的全國電競公開賽 都總得到13個金牌、7個銀牌以及4個東牌的加接 有六面金牌、六面銀牌 對這是我運動生涯算是最不錯的成績 練田徑其實蠻辛苦的 尤其是跨欄 因為技術性很多 我練了第六年了 然後每天不一定耶 有時候跑課表 然後跨欄教練有時候也會教 其實我覺得訓練都一樣啦 就是主要還是他們小朋友自己有認真 基本上運動員我們當然比賽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說不要給自己壓力太大 對因為就是把比賽當練習 一定很辛苦 但是他們都為了自己的一些努力什麼就堅持下來 每天每天都要練習每天都要做訓練 但是我們六日就是讓他們放鬆 體育行沒有比賽要得到中方是必須要打拚的事 尤其電競隊這位楊瑞萱 一個人就拿到個人比賽六地金牌 還有團隊這裡比賽六地金牌 實在是不簡單 我最近這三場連續的比賽 然後總共拿了十二面金牌 我覺得基本上這是應該有的水準 主要是跟自己的成績突破吧 我自己是之前國小的時候運動會 然後不小心跑贏田徑隊 然後就開始練田徑了 希望可以藉著我的體育成績出國留學 未來在地贊助電競隊的手上 知道這個好消息之後也來辦法中的金 希望等到這些客人進行努力得到好信息 這次贊助他們還滿有意義的 為家鄉 為他們去打拚 然後給他們一點經費 就是每年那種不足的經費 大概二十幾萬我們會贊助他們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他們只要出去比賽 然後有獲獎 獲得金牌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另外給他們一個金盒 就是當作獎勵 給他們兩千塊的獎勵 接下來賣到國中電競隊 也會繼續練習參加全國中頂 好好丁竟竟表賽頂頂的比賽 希望未來我們還在為好好精出公贏 馬總接近 加油 既吃頂幾組差不多